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孩子的成长 孟子的母亲决定搬家 孟母决定再次搬家 这次他们搬到靠近学校的地方 子曰 学儿实习之不亦悦乎 子曰 学儿实习之不亦悦乎 孟母决定把儿子送进学校拜师学习 起初孟子读书很用功 方舍回家还要认真复习 渐渐的孟子坐不住了 孩子的变化使得孟母非常担心 这一天孟子居然逃学了 看来光有好的环境 孩子自己不努力也是突然 这一天孟子居然逃学了 妈妈 去哪了 上学去了 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是上学去了 不仅逃学 还要扯黄 没有 去 拿把剪刀来 剪刀 干嘛 还不快去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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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嘛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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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别捡呀 妈妈别捡 妈妈 走开 妈妈 既然你书都不读了 我还知道何用 妈妈 妈妈我错了 妈妈我错了 自拍说 妈妈 母亲的苦心 敢叫了儿子 从此孟子幡然改过勤奋学习博览群术 后来他又到孔子的故乡实地考察周游列国 潜心写作 成为继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 思想家和理论家 思想家和理论家